原标题,向边境集结15万重兵,直接炮击乌军指挥部,至多名高级官员丧生随着2019年新年的到来,乌克兰和俄罗斯并没有因此改变紧张的对峙局面,双方不仅没有撤兵, 反而都在护得向边境地区跟兵,俄罗斯作为军事大国来讲,在国际上也从来没有受到小国的这样挑衅,这次乌克兰是彻底出动了俄的底线。 据有关媒体报道,俄军紧急向黑海及乌边境地区,调集了15万大兵,同时还有各种重装坦克团,空降突击率,以及战斗机飞行团,随时等待总统普京的一声令下。 鉴于目前的形势,俄罗斯军队重新调整了部署,并向多个重要的岗位,增加了人员和武器装备,以防止来自乌克兰的暗中破坏。 甚至俄罗斯的这些举动,就遭到了来自乌克兰情报机关的密切关注,但是有一件不幸的是发生了。 据媒体报道,俄罗斯在紧急向乌克兰边境增兵的同时,一列满载俄军士兵火车,在行进途中出现了托轨式煤,部分俄罗斯军人从火车上直接掉了出来, 还有人员在翻车的时候受了伤,而部分装备也摔坏了,俄派出相关人员紧急地进行了事故调查。 然而,仅仅过去两个小时,乌克兰的领空就遭到了俄军子炮击,几枚炸弹直接打到了乌克兰的前线指挥部上,造成了多名高级官员在爆炸中身亡。 而乌克兰则指责俄罗斯违反规定,擅自使用能力强大的云炸弹。 乌克兰的高级指挥官员被炸身亡,此事经过了美国驻乌克兰代表的证实,并指责了俄罗斯展开的系列报复行动。 这一继位着两国即将得到了半个月的稳定状态后,再次出现大战的前兆,也会使当地的局势得到恶化。 如果俄罗斯不对此事解释原因,那么势必会引来局部地区的动荡,而也不排除美国及西方国家的军舰会抵达黑海,为乌克兰撑腰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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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